中醫大新竹副醫今年慢入五週年 在願慶活動中以病人優先智慧醫療為主題 新竹縣市名代 醫界 學界 企業界等貴賓 共同出席 一起切蛋糕 請生 三 二 一 生日快樂 病人優先智慧醫療 不僅是我們的主題 更是我們堅定的信念 每一位踏進這裡的病患 都是我們珍貴的使命 透過關懷 尊重 還有專業 我們努力確保你們得到最好的醫療及關懷 新竹縣長楊文科肯定 中醫大新竹副醫五年來對地方的貢獻 同時他也在致辭中宣布 新竹縣將在明年1月1號成立長照中心 他的目標我們是給他定位於 現在是地區教學醫院 要變成區域教學醫院 然後朝著我們的準醫學中心來前進 相信是可以期待的 那他的目標就是要把中正度的急診醫院 要變成重正度的這個教學醫院 我想這個目標非常清楚 在我們蔡昌董事長規劃之下 一步一步往前進 那我們也知道 他也得到第二十屆國家新創精進獎的殊榮 中醫大新竹副醫秉持著救腦救心救命救急的使命 陸續成立健康醫學癌症細胞治療 腦中鋒醫學減重醫美精準健康劑 免疫診斷檢驗等中心守護新竹鄉親的健康 記者萬事連新竹採訪報導